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解剖 是吧 知道了人体的基本结构 再看细胞 生化 再讨论分子 学了那么多年 还没有跟病人接触 那么从这堂课开始 从这个课开始 同学们就要陆续的和病人接触 所以我们说诊断学是基础和临床之间的桥梁性课程 他这个课程就是应该让我们的学生从这个时候开始 那么学习怎么样 Approach to the patient 你说这个接触病人有啥难的 对不对 那么跟病人谈谈话嘛 对吧 然后这个有啥难的 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 没有经过这方面professional training的人 和受过这个training的人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受过这个professional 这个职业方面专业训练的人 他站在病人面前的 要去让他了解病死的时候 他简直无从问起 然后他变得在病人面前的非常的拘谨 然后于是病人一看 这也是医生吗 我难道信任他吗 是不是 所以说病人可能就不会跟你合作 于是整个的 就是说患者要想来 就是治疗疾病 医生想帮助患者治病 整个任务就无法完成 所以那么我们想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就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就有三大基本任务 第一大基本任务 就是学会怎么接触病人 怎么和病人建立起有效的一个沟通 这是第一个主线 第二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说什么呢 要学会 就是和病人交谈 可能病人漫无目的的 你怎么样采取到很有价值的病史 第一手真实的资料 信息 那么怎么样给病人考虑 就是说 他应该给他选择做什么样的检查 那么多的检查 对不对 你怎么样来为他设计 就是收集证据 第二步 这很重要 也就是这个课程的第二大重要任务 第三大重要任务 当然这个的话还不完全是在这个课程里 但是在这个课程里应该建立起最基本的 就是临床诊断思维 要知道 不是说那么简单 你说了什么 然后我就找几个药 和尚有相应的药 我就给他开处方治疗就行了 不是那么简单 需要为病人建立 为他很好的出谋划策 也就是要建立临床诊断思维 所以说要说诊断学的话 应该我想的话 他主要就是这三大任务 那么实际上国外 他们常常把体格检查 收集病理资料 那么单独作为一门课 然后approach to the patient 尤其是有些症状方面的话 都放到内科学里面去 那么和这个临床的课程 结合更加紧密 那么我们想要接触病人 你首先要就是知道 我们就是说病人来 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说他们寻 就是他要来 要想这个 寻求这个medical service 医学服务 他的目标是什么 看病呗 对不对 对 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还有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患者 你比如说 单位里健康体检 体检完了一个体检结论 是吧 说他有 胃里面有 这个HP 这种细菌的感染 然后 这个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然后一东一问 网上又看了 又说的 一会儿说得胃癌 有些人说不重要 于是他就怀着这个 他其实也没什么不舒服 他来找你咨询 挂号 专门找 比如说内科医生 消化内科医生 找了你来咨询 我这个药不要紧 对吧 我这个 有的超生 做下来说 我有脂肪肝 这个药不要紧 所以说 还有一些健康保健的策略 这一些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 中末期患者的姑息治疗 诊断 什么都是那个了 属于就是说 已经可能是 没有办法 完全让他康复的这些病人 那么可能就是 中末期的姑息治疗 另外呢 就是社会的管理的咨询 你比如说 招生 择业 等等这样一些 经常比如说招飞 招兵 然后 他出来有些问题 这个能不能招 实不适合他 比如说你们招生 入学招生的时候 入到医学专业 他的事理这样的 能不能做这个专业 所以要来询问我们医生 所以说我们医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话 大概要建立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的 我们的活要干 那也就包括 包括医疗保险制度 这个能不能报仗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 我们经常会接到 卫生部的一些 关于卫生技术的评估 有个比如说有个厂家 他生产了一个 什么先进的设备 对吧 他要求我用这个检查病人以后 希望能够社保给他报仗 社保说我不报 那么我要报什么呢 我得要去咨询专家 咨询专家不是一两个专家脑袋 一拍可以就行了 他必须经过专业的 卫生技术评估 从方方面面的 他的有效性 他的性价比等等这方面 所以实际上我们医生 也同时在做 为病人看病的同时 也做这些工作 那么 这是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服务对象 今后 注意 其实医生很重要的 你的职业 很重要的是一个服务 service 但是这个服务不是一般的餐馆里 送上上菜 做waiter这种服务 他的就是有比较 就是专业的 我们称之为 就是有医学专业的 这样的一种服务 那么我们要服务的话 请大家注意 你要做服务性的工作 你一定要知道病人的心态 你如果不关心病人的心态 你把病人就当着一个 没有个性的人 那么你的医疗服务 绝对做不好 病人的满意度不高 你经常会为一些矛盾摩擦 让你心里很烦 你的医疗技术也不能得到提高 这和做数学啊 等等有些啊 可以闷在头上 做IT的 我整天就在我这个电脑面前 不跟病人打交道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考虑 你要做医生 你真还得考虑 我的个性 使不适合跟病人打交道 能不能经得起病人的烦 有些病人很牢骚啊 有些所以说学了一几年下来 最后决定 我不喜欢跟病人打交道这份活 我喜欢一个人埋头很安静的 没有人来跟我烦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绝对不适合做医生 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患者的一些心态 我给大家可以罗列一下 一般他有了 他来更多的都是要来看病嘛 当他听说我自己 我自己有些什么不舒服 或者体检出来发现 有些什么问题 都会有一种不安 就是哎呀 我这问题严不严重 这个怎么怎么样 怀着非常紧张的心情 想到医生这儿来听个判决 所以这个不安的心情 常常是 尤其是刚刚开始 诊断啊 什么都不太清楚的时候 这个心情 我想在座的 可能你或者是你的亲属去看病 都能够体会到 然后呢 还有些病人呢 可能是治疗了很长时间 慢性疾病 老是不好 或者怎么样的 就焦虑 就焦虑 那么 你比如说 我今天上午 我看门诊 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 她呢 就是实际上就感觉到 这个 这个我们称之为 专业术语的话 就是中上腹不少 然后她自己呢 觉得胃力不舒服 经常腐胀啊 等等这些 大便也有些问题 然后呢 她就 她是在其他医院 做了一个胃镜 就发现有问题 然后呢 就来找我来看 我看了以后 又听说她 我估计她肠道 还有问题 然后就给她分析 要她进一步做检查 她一听 要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 哇 就哭起来了 这个情绪的 这个反应啊 就非常的剧烈 也就是她觉得 我怎么问题 如此严重 我还那么年轻 所以说就是不安 焦虑 而且情绪特别的波动 所以我还得好言相劝啊 把她哄过来 是吧 让她慢慢接受 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种指点 该做一些检查要做 不要一听说做检查 就意味着 我已经很严重的疾病了 我的青春也许就此给毁掉了 是不是我今后就再也不能做什么工作了 她就把问题一下就放大得很大 所以我们医生呢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体系病人 然后 你要安慰她 让给她讲 然后跟她讲了一阵啊 你越哄她 她越哭得厉害 是啊 然后 索性这个时候啊 所以说我跟她母亲很好交代 我说她平常是不是这段时间 情绪都是这么 那么容易 就是脆弱 他们就死了 我说不能老是宠她了 我说要吼她一下 然后我就马上扳过来 说你再哭 再哭不给你医了 看你怎么办 是吧 这人啊 就像你们小孩也都过来的 你们比如说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啊 或者你还有侄儿子女啊 等像小孩一样的病人有时候 对不对 你先哄她 好严肃 好了不听的时候 不能打啊 你看你这就是要 要要要要 这不像家里的小孩子打屁股的 你听不听话 你不听 你不听医生的话的话 你进入这病发展严重 你响医都没办法医 你那时候要叫医生来给你治病 都没法治 对不对 这么大了 要听话 哪能那么任性呢 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 是吧 唬她两下 她一下反而不哭了 是吧 就是红脸白脸的轮番给她唱好 她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医疗建议 所以说这个啊 真的你们到临床以后啊 你们就能感觉到做医生 接触各种类型的人 各种社会地位的人 那么你都要就是理解对方的心理 然后该宠的时候宠一下 就是顺她一下 然后该要把她规劝的时候 也就是说 要会怎么呢 调解病人的心理 但是呢 你需要有主动的掌控它 而不能做医生做的 失败的时候 最后是跟着病人不良的情绪走 那你这个医生绝对是失败的 所以说我们说 做一个好的医生 不仅把病人的病看好了 还要把她的心理调整好 这就是要医病又要医心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 医学心理社会模式 如果医生你只知道 就像给机器人看病似的 不考虑他的情绪 现在有些机器人都要设定一些情绪 情绪的模式在里面 那么有时候 我们说你给他废了牛镜 他还就是我们也必须说感恩吧 他还不理解你 回过头来找你扯皮 那这个医生你就做的太失败了 所以说大家要理解 要善于观察病人的情绪 理解他的心情 然后逐渐的要主导他 让他跟你很好的合作 还有呢 病人来看病以后 从总体上来说 他希望得到尊重 尊重表现在什么呢 一方面你的态度要对他好 他最怕的是来了以后 医生很冷漠 走进真实来 头也不看 病人 医生们也是忙 而且呢 有时候看了 比如说一上午看到后面了 也都很累了 是吧 这时候还有病人 还有不断的还在来 坐进来以后 哪里不 好久了 他也不看一下病人 他就觉得你不尊重他 尤其是有些病得了病以后 他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话 他会更多的期望得到尊重和呵护 所以说病人进来以后 然后病人从整死门口进来 那么你就应该说 来了吗 来请坐 这种话语啊 要亲切又很自然 也不要那种太 太著作的那种 对不对 请坐啊 怎么怎么样 是吧 跟他慢慢很 很随和的 很亲切的 然后目光要注视他一下 我们有些病人就说的是 我去找那医生看病 从头到尾 没打量过我一眼 是吧 当然你也不要直勾勾的 就把他这样盯着 人家也吓坏了 是吧 对 所以说这种都要注意 也就是医生的behavior 这个行为方式 是这个非常的 这个重要的 还有就是 病人的这个 隐私啊 等等这些 你比如说 我们上次 比如说我们要给一些病人 做一些手术啊 等等这些 然后肯定要给病人 还要用麻醉啊 等等这些 然后病人就说 在给他要放麻醉之前 他就恳请医生说 你们给我治疗好 因为肯定要打开肚子啊 或者裤子啊 等等要脱下去一些 你们一定要给我 做好了以后 一定要给我盖好 你看看有些地方 就不太注意这些 弄完了之后 大家像 说的难听一点了 对不对 像涂塞场一样 哇 病人还晾在这些地方 或者有时候 做有些穿刺检查 在一个大房间里 也不拿屏风 隔开一下 就给反正放 放这个胃管啊 或者放 这个 做着这个 尤其是 比如说是 捣尿啊 等等这些 那么 病人有时候 你看他没有知觉 或者怎么样 但是当他醒过来以后 他知道他当时 如果说在那种情况 是这样的话 他觉得他自己 很不受尊重 所以我们在自始至终 都要注意 病人的 他躯体这些暴露的时候 要得到有效的 该遮掩要遮掩 尤其是在 就是有些 其他的这个 病人在场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做 体检的时候 就要请其他病人出去 诊死里 应该就是一个病人 和他的家属 你不要其他人 有时候一个诊死里 哇 为了好多人 围着医生一圈 医生还要过来 来擦铁 衣服捞起来 要停心脏 说说看 对不对 然后 衣服捞起来 摸嘴 这个太粗鲁了 是吧 所以说 我们作为一个 这就叫什么样 职业的一个训练 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 我们看到有些 我们到有些 尤其是到基层 有些乡下 那个医生呢 又抽着烟病 来了以后 哭了 是不是 还当着那么多的人 其他人 他的医术还不错 那个地方 他是资格最老 围了一大堆 一份捞起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些呢 都要注意 要尊重病人 就是保护病人 躯体的饮食 还有有些病人的话 你比如说 他情绪状态不对 来了以后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 一下就哭了 这个是如果说 还有其他旁边的病人的时候 一般都要把他劝罪 所以一个诊室 就只放 应该只是一个病人进来 这一点 一定要形成良好的 这个习惯 这也是一个职业培训 但是我们你现在到 包括华西 很多诊室 围了一大串病人在里面 那病人都想急着往前看 这是一种很不好的 大家现在上飞机 或者上很多 都有一个一米线 是不是 那么在医院里 更不止一米线了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让病人 比如说有时候不太好意思 是吧 他也许是 他是一个艾滋病人 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不会告诉你 这个情况 或者他怀孕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 那么你这种情况 你有其他病人 他就不好意思说 所以一定要把其他病人 全部挡在外面 所以说在机场 有个一米黄线 那么在我们医院里 就一定要给病人 一个独立的空间 病死的叙述 还有就是他的体格的检查 这就是保护病人的一个尊重 另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 病人来了以后 很大部分病人 都是希望跟医生叙述 他疾病不舒服后 以后 他会逮着一个症状 老实说 重复的说 而且希望自己把 叨叨叨叨叨的自己 哪怕字通 说得非常精彩 精精有味的 讲自己的症状 但是你听医 你医生的一天 这些都一回事 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然后老实说了 你还说嫌烦 不错说不错了 一下就把病人给吓坏了 结果呢 他前面的 他不重要的老实 牢涛把你牢涛烦了 该重要的 他又没讲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呢 要是会调整病人 既不能老是听他 有些我们有些医生 刚年纪医生 没有经验 去采集一个病死 跟病人说的时候 怎么 我们看他 怎么一上午都在 跟那个病人说 还有一个病死都没写完 那他遇到那个病人 说啊说啊 说说很久 他那些不好意思 要尊重病人 对不对 然后就老是听他说 然后那个 那人又 扯到老远了 都不知道把病人扯回来 所以你要会控制病人 但是要尊重病人 该让他的要说完 是吧 所以这个里面 都是有技巧的 都是要 你要逐渐的在工作当中 去实践 去体会 看你的老师是怎么做 然后你知道了 应该怎么样来做 所以 你不要病人 才没说两句 下得了 不说了 结果 病人还有后面 有原种 结果你没了解 这个病死 你给他开了什么药 或者什么 结果 后来出问题 这下病人就来了 找你了 找你了 那他要 当然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了 你看我那天 要跟他说 他不让我说 我告诉他 我对这个 我那个又吃不得 他偏要给我开了 你看他吃了 我现在 全身 全身气给的 什么果命 皮肤都懒得 那个样子了 呸 你这医生不是又做傻了吗 所以说呢 你要跟病人 比如说病人 有些牢涛的时候 你说 你这些重复的话 你这已经症状 已经说了三遍了 我都听进去了 你放心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要这样来 就是引导病人 你不要一句话 就把病人呵斥下去 是吧 所以说 这些都是教你 就像 这个吧 就像是什么呢 就像在做服务业里面 开火锅馆 是不是啊 他招待 他接的 就是怎么样来 对待客人 他也有他的职业的那一套 是吧 顾客的喜好啊 怎么来掌握顾谁 我们做医生 那更是需要了 因为告诉你 因为到那边去吃饭的人 总体来说是健康人 但是到我们呢 全是病人 病人除了躯体 基本心态也很多 是处于病态的 所以说更需要我们医生 对他的这个病人的心理上的一种 理解关怀 但是呢 又不能就是失控 你要控制他 引导他 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 就看你的本事了 然后呢 这些病人来了以后呢 他要 他要来找你看病的话 他还不是 对不起 他还不是说就是 随便打发了一下 这个他喝到 药店里去买两盒药 随便找个谈谈医生看一看 他的这种 期望是不一样的 开玩笑 他说 我到你华西汤教授的好人 你都能够随便给我打发了 是吧 他希望获得职业化的对待 那么职业化里面还有不同等级 是吧 所以说你都要那个期待 比如说他说 我到华西都能个两孩子给我打发了 跟我在盖上的医生差不多 那个医生你是可以简单一点的 对不对 大概那个 做个一般科普的咨询就完了 你没有这样 必要的太那个 是吧 但是到你的真实里面 那不一样了 挂号以后啊 这个之间 实际上医患之间就有一种 医学合同的一种契约关系 你对他就有责任了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那么你给他的处理 应该是专业化的处理 而不是随便 哦 那么吧 你哪个时候 你想开还是用吗 好吗 给你开了 就完了 这就不叫专业化的处理 那么现在呢 医院里有些医院呢 是作为一种 也有一些这样的 就是我们称之为便临门诊 所以都要跟病人讲清楚 这种呢 常常是用于什么呢 就是说 他已经明确的获得 他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只是每一个月要来开药而已 他都很清楚 这个时候 他用不着再来挂我 唐教授的一个专家 教授的号 是吧 那么他花个一两块钱 然后找医生开个处方案 因为有些是处方药 他不能在外面药房买的 那么那种是比较适合 真正的对一个疾病不清楚 需要认真诊治的话 那是需要我们医生给他一个专业的 职业化的对待 即处理 那么这是刚才病人的心态 那么从我们接触病人来说 我们作为医生的一个职责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medical interview 就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一个交谈 那么interview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需要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肯定是要收集病死 你说你不好 我就要详细了解你的病死怎么样 是吧 你说你胸痛 那我就要问你 痛了多长时间 是吧 是怎么样的疼痛 吞东西梗吗 是吧 还有和活动有关系吗 和呼吸有关系吗 等等这些 我就要问他的 怎么样来问病死今后 这个就是你们的专业的课程 怎么样问诊 都还会给你们专业的训练 然后还要收集他 比如说他的就是相关的 做过什么检查的呀 等等的一系列的资料 你要在 就是我们称之为history thinking 那么病死采集 然后收集他的各方面的一些 疾病的这些数据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建立一个communication 然后实际上就是要给他 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 如果说我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你对病人很冷漠 病人给你在这看了以后吧 反而对你是很多的怨恨 对你的不理解 你这就第一招就失败了 所以说你要跟他 通过你了解他的病死的过程当中 你要让他对你产生一种信任感 要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 然后你下面根据你的专业知识 你觉得他应该要做个心电图 你觉得他应该还要做个胃镜 是吧 然后他才能跟着你的走 这有良好的医从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 有些医生 他当的跟病人之间很融洽 即使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有时候看他的医术方面 从专业的角度 还有些毛病可挑 但是病人对他还送表扬信来 感谢他 有些医生呢 还挺静心的 但是呢 跟病人关系就处不好 然后没有抓住病人的心态 病人究竟需要什么 你是否能够很好的 该满足的要满足 该引导的要引导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医患沟通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劝病人 你比如说我们感觉到 他从他的病史叙述来看 很有可能他有结肠癌 需要做个肠镜 但是呢 跟他一说做肠镜 你肯定要说 你要做肠镜 这个是怎么样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禁止在从肛门里进去 在街场里行走的时候 会有些疼痛 或者脏不舒服 另外呢 可能弄不好 还会穿孔 那么这种是可能发生的 病人一听 我不做 或者怎么样的 比如说今天上午说的 那个小女孩 我要她再做个场景 坚决的反对 也跳啊 真的哭啊 我就不做 我就不做 后来我就跟他说 可以 我开给你 你不做 那么是你的责任 你做母亲的 你签个字 表明我们拒绝做这个 所以现在你们看病房里 经常会有医患沟通表 我跟你交谈得很好 你接受我这个治疗方案 也请你确认呀 说明我跟你认真是谈过这个问题的 那么 因为有时候有些病人就是 他接受了这个手术了 当时都谈得很好 所有的风险 你跟他说 他说没问题 不爬得 结果做了以后 哪怕千分之一的 并发症的问题 落到他头上了 这个时候他不干了 我不敢落 哪个是当时是你 孤导我所的 对不对吗 孤导我阻力 都是你 不阻力 我根本没有这事 是吧 完全是可能的 你要知道 人啊 从大多数的时候 是善良的 但人 这个他有时候也有 在很多的环境 或者各方面场合的条件 也会把人的一些 不堪的一些地方激发出来 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 还是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 所以说不管你接受 你也要有个书面的 这个医患沟通 或者是 这个手术同意书 这种签署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教授 手术都也都是做得很好 然后呢 他已经很大牌了 然后 平常数前的很多的这些事情 都是他们 他的学生啊 他的助手啊 这些帮着他做 所以说这病人 比如说今来要做个什么手术 然后呢 数前对病史的了解啊 等等这些数 病人准备 都是他的学生给他做的 他呢 就比较大牌了 只管进手术室 去做手术 他数前大概了解了一下病人 那么 其他的很多重要的医疗文档 他就没有仔细自己去check一下 好 然后病人当时一听 哇 是某某大教授 给我做手术 哎呀 非常高兴 所以要签这个同意书啊 什么 很爽 一点没问题 都那个了 好 结果呢 手术做下来 出并发症了 这个做医生不可能 医生都是人啊 不是神啊 所以经常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术语 妙手回春啊 反正说的很玄 把你医生一下 比喻为神仙 医生也就飘飘然 啊 但是医生毕竟是人 不人就不可能 不犯错误 何况有时候不是你的错误 是病人的错误 他这个地方就长得怪 对不对 所以说就有这个 呃呃呃呃呃呃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这种 变异 遇上你 比如说进去 一下这个地方 不该有血管的地方 他血管很密集 而且来得很猛 啪的出血 哇 那就那就可能会死亡的 所以说结果这下这个教授一下就坐下 真出并发症了 这下病人就闹起来了 再一闹 关键的手术同意书没有钱 哈 这个就是医生负全责 这个时候他就不理了 苏千 这么来 呃呃呃呃 就是说的那么好啊 崇拜你啊 我的命就交给你啊 没问题 我对你百分之百的信任 一旦出了并发症 翻脸不认人 哈 哈 那个时候 再一看 恰好 手术同意书 他的助手呢 是给他写了 但是没让他签字 哈 所以说你自己做手术的时候 你一定要再一次确认 这些基本的医疗文档 哈 非常重要 最后 不管你的 实际上从专业的角度 出现这种并发症 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凭你这个重要的医疗文档 没有建立 哈 你负全责 哈 所以说这些充分的医患沟通 和相应的医疗文书的签署都非常重要 还有有些病人的话 他一来他就只想着他的这个疾病 到你这儿肯定来治好 你要给你跟他讲了很多的可能的 你一定要跟他讲正面的东西 也要给他讲随之而来的负面的东西 这叫充分的医患沟通 啊 让是要让他知道我来做这个 我是总的来说是有益处的 但是风险是我自己 有关的风险 我一定要自己承担 我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包括我的家属 不能就是有时候我们医生一忙起来 哎呀快快快快 有我们真的遇到还是俗人 俗人 我们说少俗人 啊 来了吗 来了吗 我今天抓紧时间给你做了 然后这个俗人快乐快乐 我还要下个星期要上班 能不能这个星期就过农了吗 那个那个 俗人 好吗 想办法给你来 好 好 结果相应的这些沟通 不管是病人真正的理解 还有这些没做够 下来一下出并发症 熟人这时候都不管用 所以说请大家注意 我们接诊的时候 从一开始 这个医患沟通是几个 很多方面 一方面通过这个建立病人跟你的信任 顺应你的整个的医疗的整个思路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 我们称之为医疗安全 最后的责任 最后的选择应该是病人 你实际上作为一个医生 你的职责是怎么呢 你是我给你把问题搞清楚 我给你提医疗建议 最后的取舍一定是你 病人有时候是叫做到了那个时候 风险也有好处 我到底要哪一头呢 我希望全要好处 风险不要 对不起 这个时候你必须什么都得要 心理上有准备 所以说这叫医患沟通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得教育病人 这就是我刚才讲了 你不能意味的认着病人 去那个 比如说我们接诊病人的时候 有些病人就说 你比如说要他做什么这样的检查 一看他肚子疼老是不好 你说要查个血做个超生 我们那儿的医生说的 就是到你们那儿开点 啥子疗都可以了 我们那儿的啥子疗 那个我都已经住了 我不住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反过来 你要什么呢 教育病人 要把你的道理讲给他听 然后让他接受你的这个 这个里面呢 你要用专业的内容去讲 但是语言要科普化 要让病人呢 能够充分的接受 要充分接受你的这个 所以说patient education 然后还有呢 就是看完了病人 尤其是比如说消化道的疾病 病人常常都要问 我哪样吃得 哪样吃不得 都要问你 我要急啥子 所以说一般的生活指导 比如说一个有 已经有乙肝的病人 他呢整天还在外面 就是因为要锻炼身体 每天还要跑步 跑上大概三公里 三四公里的路 那么我就要说了 我说实际上 你这个病的话 不适合这样每天的跑步 你应该 就是不要做这样的体育锻炼 应该要休息 多休息 你的肝脏不适合这样跑步 不对不对 都锻炼身体 那是好像是 总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所以你这就是要 慢慢还要给他讲 不是所有的体育锻炼 都是强生的 都是友谊健康的 那么因为我们一般的科普 好像锻炼身体 都是友谊健康的 但是有些场合下 病人的体力 不能这样消耗了 所以你要教育病人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充分的医患沟通 我们的目标 就是我实际上 我刚才都讲了 要给他患者愿意 提供有关 诊治方面的信息 你比如说 你以前还有做过什么 把这些资料再收集过来 以前做过某些方面的手术 把他病理的结果拿过来 然后缓解他的躯体 不适合心理压力 让他感觉到 我跟这个医生一起 我很有信心 我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充满信心 充满期待 但是这种期望值又不能过高 似可而止 就是这样 然后接受医生的诊疗计划 如果说你跟这边沟通一般 他对你非常的 dispoint 那么看来 你这个医患沟通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度的掌握 非常重要 最后是 我们说医生当的 当的最倒霉的是什么呢 你花了牛忌 为他真是全心全意 他最后反过来 还骂你 说你不好 对不对 然后还去告你 这就是你医生当的最倒霉的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和病人打交道 这绝对是一个 需要专业化的实践和训练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从医生的角度 所以说我刚才就说的 我们医生说半天 是关键很重要的 你看我们华西医院的怨训 注意不是你们的孝训 不是川大的孝训 是华西医院的怨训 是什么 你们到华西医院去 医院那边去参观过没有 你来考考四川大学 临床学院 你在院这里面 你们有多少同学去医院 走走走走走走走 看过这个 这么著名的华西医院你们去看过没有 有多少人 举个手 你们怎么那么 那么不关怀 关心一下自己未来的 这个那么重要的 你们学习的场所呢 那么不好奇一下 就做一个我要做医生 这个医院那么有名的 是吧 全球都有名的这么一个医院 都不去看一下呢 不行不行 你们整个被书本给套住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还是给游戏机给迷住了 我听说 我现在最近看到很多像你们这些男孩 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你 我说像你们这些年龄的男孩 听说进了大学以后 整天就在宿舍里 爽啊 父母不在旁边 什么唠唠我了 游戏是打的同学之间打 网上还有哥们一块打 然后这种分还在卖分 在买点 哪怕挣的分买的包方便面 都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那华西医院跟我是什么 没关系 管他都 不行 实际上从你们跨进这所大学以后 你既然选择了医学这个专业 你一定要什么 从现在 你一定要有报复 说是在五年的大学里 给你们一些知识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们更应该树立 就是更加清晰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什么 要有一个报复 我今后要想做什么 我想做成什么 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大学教育 给你们的东西 当然你都是通过和老师这个校园里 给你们的一种熏陶逐渐来树立 比如说你从某些老师 从具体的医学实践当中 感受到这种 这个职业的成就感的时候 还有很多 就是不清晰的地方 我要去探索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人生奋斗的动力就来了 所以说你们有空去看看 去有时候去试试看 比如我就看很多学生就去做志愿者 是吧 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是吧 然后呢 帮着在护士站那儿 帮着做一些工作都很好 我今年 夏天的时候 有一个来自美国的一个小男孩 他呢 高中毕业 大学育科再学了一年 他要学 接着选择要学什么 专业的时候了 他对医学感兴趣 但是医院里究竟什么 因为他平常身体很好 很少进医院 然后呢 因为他是属于ABC 什么叫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实际上大多数时间 都在美国成长的 好 这个时候他毕竟 这儿还有他的根 他就回来 然后通过这个呢 就找到我 是不是到你们医院来看一下 做做义工 美国的这个的话 他们常常都是 就是年轻人 你要读大学之前 都必须要做义工的 这样一个资历 这是你录取的 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就说你们像现在的话 经常可以去医院这边 找相应的科室 去做一些义务工作 这对于了解方方面 从最底层的东西了解 所以那么 我刚才扯远了 医院的院训 我就再戳到去 你们没去医院看一下 而医院要看一下的话 你要注意 在我们华西医院的 行政大楼的那个地方 院训是什么 关怀服务 不是说你想到 我们要做医生 可能大家心里想到的 我要做一个医术 很精湛的医生 这是一般的人的追求 但是实际上 你医生最本质的是什么 关怀和服务 因为有些病痛 说句老实话 不是医生全部都能治疗好的 你比如说 我经常给一些病人看了病 其实治疗的很成功 但是病人会问 医生 我这个病值不值得好 短不短得到根 哎呀 这个问题真的很深刻 我反过头来 我问他一声 你想过没有 你的感冒 这么常见的一个病 你能不能短根 对不对 我说因为你和环境之间有接触 环境之间还有 任何时候都还会有一些 治病因素来干扰你 所以你不要想到 你一辈子通过我的治疗就和疾病永远的远离 是吧 所以说这叫关怀和服务 你给的病人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还有就是你提供他一个专业的 很好的服务 然后让他在就是经过治疗以后 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 那么治愈这个疾病 那么这是很重要 但有些疾病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治愈 但是他也能从中感受到你的服务 很好的医疗服务和关怀 这也就足以 所以那么这个就是 我刚才都讲过了 就是我们在整个医患沟通当中 需要传递的专业知识 尊重帮助和同情 所以医生 我告诉你 是一个行善的职业 医生必须对病人有一种同情心 和一种善良的心情 这才是一个作为好医生的最起码的 当你和患者之间 你觉得沟通有些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经常检讨自己 我哪儿不对 怎么样来想办法 把病人和好 我们说得通俗一点 实际上就是 怎么样来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沟通 怎么样能够双腹的理解 他能够理解你 所以这些都很重要的 那么所以说 我就刚才讲到医患沟通里面 这个里面行为方式很重要 你的话语 有些人就是性格使然 就是给病人感觉就冷冰冰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当中都得似可而止 所以我刚才都讲到了 行为方式 你的behavior 你连病人看也不看也 那么那就不行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行为方式 我想再具体一点 就是病人 你要想 你的怎么一个行为方式 病人会满意呢 就是病人的期望 一般 他是你是专业的 你不是歪的 对不对 比如经常有些病人 砍了以后 他在外面 乱七八糟涌了一点 有病人也理解 哎呀 还是谈天上 哎呀 算了真早 不就真早了 但是他到你认识 正轨医院了 你看真早 他不移交 所以说他希望你是 professional的 他希望你是值得尊重的 大家就要想想 一个人怎样赢得尊重 还不要说病人 是吧 那么肯定 我觉得你一个高素养的人 在整个社会当中是容易形成尊重 但是如果人是一个很粗俗的人 显然 还有呢 你是可以给他帮助的 supportive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你的职业的形象 你说职业的形象 那好办 对不对 我很会打扮自己 是吧 我记得我当时刚做医生的时候 我的一个年轻的同事 所以长得蛮漂亮的 做了医生 也觉得很有职业感 医生呢 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化妆啊 眉毛画的呀 口唇涂得很红 头发每天都是非常时尚的那种 白打衣穿高跟鞋 自行性很强 对吧 结果呢 到了病房工作 然后以后呢 病人就说了 病人也没有直接说他哪一点不对 最后 然后就在说 我们说 有一次我们就问他 你那个是 刚才是那个医生 给你那个 都是那个腰尖医生 你想想看 你的职业化的什么形象 所以说 医生呢 你必须就是要 肯定要穿戴整齐 对吧 但是呢 你不能过于妖艳 但是呢 我要说的 这是对女性来说 那么一般容易 但是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个白打衣 你看看这个袖口 哎呀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根本就看不起 今天不太清楚 这个袖口 脏的呀 比那个端盘子都还要脏 是吧 汗啊油啊 这个油腻 然后这个白打衣 像咸菜缸里脱出来的 我上个礼拜 找交班的时候 有个医生在那找交班 那个白打衣脏的呀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 我们科室 曾经的一个研究生 他还在病房里忙着 工作挺卖劲的 那天我来叫住叫住 我说小徐过来过来 你看看你这像什么样 真儿八经的衣服 前面自己 用钢笔字 写了自己的名字 就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还是写什么 我现在不说名字 徐某某 消化内科 是吧 就写在这 我说你这 然后衣服 有拉里拉他的 哎呀 我说你这哪像个医生的样子 你再这么迈进 病人心里就这么 你拉给我 是不是 主情节为生的 是吧 是吧 这是男孩子经常容易犯的问题 上个礼拜 我在找交班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 也是一个男孩子 那个衣服脏的 皱巴巴的 然后头发呢 又萎靡不整的 可能直到夜班起来 也不稍微那个 然后脚下就穿个 这个凉鞋 是不是 然后脚又脏乎乎的 就整个就是 真的是草根 太草根了一点 你要想 别人的话 想到你是医生 是有学问的人 你还是要有点 有点知识化的形象 起码你应该懂得卫生 懂得基本的礼仪 这个礼仪 这种装束打扮 要装重 不能过于腰艳 但是不能太邋遢 所以说这个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些医生 你比如说 这个行为 装束 始终都很得体 特别招病人喜欢 因为病人 还是都是 赏心悦目的 就特别感 比如说站在这里的老师 如果也都是那种 我刚才说的 要么很妖艳 要么这种的 你们肯定 什么老师啊 老徒也不行 过妖艳了又不行 对不对 这个里面 大家心中应该有一感尺度 是吧 你又不能有些人 女孩子有打扮的 就完全像个 少年儿童那般的打扮 也不行 所以都得注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你看这些形象都很好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在工作的形象 你在我们出去春游 大家一块玩的时候 再怎么穿都可以 对不对 你看这些 你给病人的形象就很好 是吧 但是你们看 像这样的一些装束 你说好不好呢 你也不能说太不对劲 但是呢 他都已经是个副教授了 还是这样一个形态 你觉得合适吗 这不是跟一个 跟你们这样的 青春小孩的这种发型 所以女士和男士 这个发型啊 随着你不同的年龄 你不同的职业 是应该要有所改变的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一看 然后你让病人 怎么能叫得出你 某某教授 是不是啊 然后我唐主任 再跟他介绍 这次某某教授 啥做啦啦 来的一个小女儿 给我砍了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在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实际上我们的职业的装束 皮鞋是最好的 像你还在病房里 都穿着这种运动鞋 给人太跳 根本就觉得你这医生 不够 没有一定的这个修养 所以说有那些 有些凉鞋 还有就是撒个拖 拖号就来了 这些都不行 所以要讲究一下 自己的形象 你看像这样的 对不对 这种医生形象 就让病人放心 很尊重你 我们同样看一双这个鞋 是不是呢 你看这样的给人感觉 是不是要舒服一些 你看同样的 比如说像这种鞋 再是牛仔裤 是吧 再是这样的一个装束 你说你对他们的信任感怎么样 你们自己去评估一下 你说像这种画的呀 手就要给病人做体检 你这手画的这模样 病人 有些手指甲很长 还不修剪又脏 是吧 都不合适 所以说做医生女孩子 这个手上啊 就不能像一般的有些 有些职业的人 这个是指甲画的呀 是吧 不适合 所以说医生你看 经常要洗手 手卫生 是吧 我们有些医生这个手啊 要做体检 自己的手都脏乎乎的 然后都是汗 病人 你摸到病人肚子 病人说 哎呀 好烦哦 什么时候我会洗 赶快喝去吸毒 是不是吗 有些病人说 哎呦 不要你摸 不要你摸 很烦 所以说都要注意 自己的装束 还有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诊疗环境 我们要让病人 比如说我们的医院 对吧 现在都修得很漂亮 是吧 医院的环境 要给病人 尽量提供一个 就是让人感觉 宁静 舒适 安全的这样一种环境 你看 这是我在美国 牛津大学的时候 你看人家教授看病 对不对 这种风范 这种 这种环境 你再看看我们这儿呢 这是经常 屡间不宣的 医生在这儿看病 旁边 哦呦 围了一堆一堆人 是吧 然后都在听习气 哎 他哪个样子的 哎 他 结果那是他媳妇说 哦 这个是他啥子 哎 你想 现在很多人 在炉上 我们说的是 吐一堆口水 你只要顶带来看 快以为师父 国人来看 何况那是在听人家 讲人家的病史 还有隐私 哎 还好听得哼呢 你想想看 现在这个 你要想 你比如说 你自己做一个病人 你有些什么病 你肯定不愿意 让人家知道 是吧 你希望 我信任医生 我告诉你 但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 所以你看 这种就有一个环境 然后你还在这里看 你再给他讲 那个病人说 医生 我那个报告 真不真常 你说这叫 这算什么看病呢 对不对 你还在跟他 在做交谈 这个病人跑进来了 长驱直 那个 医生 我那个报告 帮我看一会儿嘛 这又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的职业的 神圣感都没有 这是环境 需要注意的 那么还有医生的举止 你比如说 这个 你比如 这个 平常 我要说的话 比如在护士站 我就要求 我们这是一个 我们医 我们病房工作的一个窗口 在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是一种工作状态 你平常下来 大家有说有笑 是吧 在自己办公室里可以 在我们里面 值班室里 大家有时候 或者办公室里 病人不来的地方 你可以 大家有说有笑 吃吃带来东西 大家分享一下 打打闹闹 都没关系 但是你在这个工作环境 在跟病人 要能够看见的 你工作环境 一定是一个职业化的心态 我就遇到 当时我做主任的时候 然后 有一天扯皮一个事情 病人呢 因为病情也比较重 实际上治疗是没有问题 但是病人就说 我哪个老后 我到去看那个医生 医生你都不理我 走到那里砍包子 站着护士站着砍包子 然后病人就 最后病人当然 实际上本来那个病人 病情也该要死 临终关怀的时候 病人肯定救不过来 病人叫你一下 你应该去看一下 你其实已经无力挽回来 但是你去看一眼 去跟这个一下 即使没有太更多的医疗 那个的话 那让病人也心里 是一种安慰 所以我们就叫关怀 医生呢 就在看 那个约已经赏了 没有 只得让他 且翻着都赏个样子了 这个就叫做 你没有 你的职业 没有尽到你的关怀的责任 最后就扯皮 是吧 所以说 还有呢 有些医生护士呢 喜欢年轻 工作完了以后 就在这个地方 打打闹闹 说笑话 大大嚷嚷的 然后病人就说 先生傻子 医生哦 都不认真 工作 因为病人很care 你的工作态度 认不认真 你只要工作态度认真 即使说 你这个病治不好 他都能够理解 但是你在那儿 工作态度不认真 那么所以说 在这种工作环境 我们的行为举止 是要注意的 你比如说 你该在做内静的时候 病人 病人有时候是清醒的 你边在这儿做内静 然后边在 跟这边医生聊天 昨天 那个程度的车站 还是可以哦 今天哪个车站 车没好可以哦 哪个车子 最近价格可以 车站没便宜便宜 你在这儿讲 实际上 你觉得自己的操作 没有问题 病人不宜 不宜脚了 下来病人 本来做个卫镜 肯定是有恶心反应 哪个医生 根本没给我好生煮 他们两个 跟我煮卫镜 都在说车站 把我真的个凹龙 你看煮了出来 我还吐血 你看 这就是你的不好的behavior 所以你在工作状态 一定得认认真真 所以我就要求 我们做内静的时候 比如说 做任何 这个的时候 你不能接手机 就像开车的时候 你从 现在规矩上 是不能打手机的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保证 这些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 你该要做检查 等等这些 你都要有职业的规范 你该要做好病史记录 有些病人做给病人看病 什么也不做记录 啪啪啪 之关抬了 最后过了一段时间 病人再来是个人 他自己也理不清楚 最后病人治疗不满意 他直接都说不出个说意 你认真做了记录以后 病人有些病人说 我就遇到这些 我给病人做了记录 我觉得这是我基本的事情 病人看到 哎呀 汤教授 我终算遭到专家了 我砍了两个多的医生 没得哪一个 我医生想你能个人认真真 把我的病情记录下来 因为你认真做了记录 他认为 你把他的事很认真 都听进去了 而且认真真真的是在思考 这本身就是给了他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你的behave 还有呢 就是我刚才讲了 目光的接触 友好的 是吧 你看这样 跟病人之间的一些沟通 你像这些 有些人自始至终 埋头自己苦干 你看像这些 都是很好的 是吧 然后当然你说话 语调 是吧 应该来说 就是 你既体现你的个性 每个人肯定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总体上 你的原则是让病人感觉舒服满意 你自己感觉到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形象 而不是 有些人的始终都是深入红中 汪汪汪汪汪的 该轻要轻 该高的时候要高 是吧 这个 这个是需要和你的言行 是这个 配合起来的 病人就是在通过你和你的这些接触当中 揣摸你的工作能力 文化修养 责任心 经验和性格 然后他最后取决于今后还来 还来不来找你 你在这些病人当中的声望怎么样 所以说 还有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有些医生啊 事实上这个也是我都要求的 你自己做一个医生 你经常要从病人对你的这个反应当中 我今天困难的行为不对头 我一定要注意 或者有时候甚至是你自己把自己 比如说当医生最上午的门诊 或者跟病人 你做让人家给你做一段录像 然后你自己再来看看 自己的形象 自己满不满意 有些人从来不知道反馈 然后自己一门 一个闷着头去做 你说不一定人人都要自己给自己做录像 当然你做个录像 你看看自己的形象好不好 你看看自己的行为怎么样 还有呢 就通过跟病人的反馈 病人对你的眼神 今后对你的这个 好那你知道 我是让病人 受病人欢迎的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像这种话语的话 你比如说 有些病人很着急 你要安慰他 还有些病人 比如说病人来了以后啊 哎呀 整个治疗啊 还处于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你比如说那天一个产妇 的一线炎 生了孩子以后发生一线炎 哎呀 病情是非常的重 病人当时还不是太 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去看他 然后呢 病人心里还是心事怂怂的 愁眉不展的 他妈呢 也是在那伺候着他 也是愁眉不展 我说哎呀 你看这两天治疗下来 你看还是好了不少 我说这里面呢 你母亲付出了很多 你看你这两天 你那么的 对不对 你看你母亲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 对不对 你尽管病得怎么做 你母亲给你弄得很有尊严 而且这样一来 你的病好了好多 否则的话像你这样 到现在还很恼火呢 哎呀 他母亲好高兴啊 他的工作得到了我们的症 然后这孩子呢 一下就感觉到母亲给他的 你赞扬了他母亲 他也从中感觉到那个 我说你好好和我们合作 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对吧 你病会很快的好起来 马上就笑开来了 你要调节病人的情绪 要赞扬他们 啊 通过这些啊 就是我们所 我们史川话的话 就是活 实际上啊 就是要通过不同的 言语 就是我们普通话说的 哄 这个哄不是一味的 就说好话 要从不同的这个 调动病人的积极性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呢 就是一个自我介绍 很重要 我们有些 一到病人面前以后 跑去去 叫他名字 好多水 从哪儿来的 尤其是年轻人 男孩子说话都比较简单 比较硬一点 生硬一点 然后病人一说 啥做 是来擦伏肌的吗 是吧 应该你到病人面前 比如说你是在看门诊 因为你都是挂号 人家都知道 挂我唐成尉的号就知道 这个时候你不用病人进来了 我叫唐成尉 怎么怎么 你就傻冒了嘛 对不对 你就知道你是唐大夫 是吧 但是你在病房的时候 病人到一个陌生环境 这么多病人 这么多穿白大衣的 还不知道是谁负责他的医生 这个时候你要采集病 是了解他病情 你作为第一线医生 你过去就是 你好 刚到吧 我是为你负责 给你诊治的主管医生 我姓唐 你管我叫唐大夫 那么怎么样 刚来挺累的吧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哪儿不好 然后这样开始跟他 很自然的就了解病情 然后说完了 了解完了以后 这段时间你在这儿住院 医疗上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我 再告诉你一下 我姓唐 唐大夫 好不好 或者有时候 更要掏个近乎 老大爷 你也觉得他挺可爱 大爷 你就管我小唐也行 对吧 像你们年轻一生 是吧 你更多那个 然后你 今后你再要什么 他不觉得你是小孩 你看 有时候你们就感觉到 那个我去问他 病人理都不理我唐教授依赖 他啥都给他说了 说明你没把病人 go to the house 是吧 所以说这种 就是很重要的 其实一线医生 不是说不能跟病人 就是说病人绝对看不起 你认认真真 做好这个事情以后 关怀他 很多医师 像我的很多研究生 来做病房 这些病人对他满意 就临着说唐大夫啊 你那个学生 他知道是我的学生 杨大夫真不错 哎呀 你真是有一个好学生 真不错呀 那个 把病人喝得好好的 所以说是 不是说是 这个年轻医生 就一定不行 然后我们刚才 谈到教育病人 实际上刚才都 基本上都已经说了 我在这儿呢 就不再多说了 只能就是说 这个当中跟病人的沟通 是我们医疗安全 非常重要的 随着我们现代 这些技术啊 什么先进的药品啊 设备应用 但是国内外医疗纠纷 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什么叫医疗纠纷 mal practice practice就是你的实践 对不对 mal实际上就是不良 你看什么叫医疗纠纷 mal practice 说实在的 都不是医疗本身所导致 而是医患之间 不充分的沟通 导致病人不满意的结果 那么 因此这个医疗 这个沟通很重要 那么 后面呢 就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诊断学当中的 一个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 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